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外一輯的 《宏觀散打2.0》 今天是5月6日 星期一的日子 剛剛下班回家 看一看我的標誌已經7時半了 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是5月份直播的節目 本來是準備了想簡短地說一說 關於和記 首先是利新 我也是和記的小股東 事實上來說我應該是 兩年多前 大概差不多 應該是兩年多前 開始逐點逐點買入和記的股份 除了不久 不過之外來說 我亦都是透過銀行 有做一個每月的 一個公款的買股的計劃 其實這個我亦都在節目上說過了 這個我希望成為另外一個水塘 至於水塘有多深 希望已經有這麼多深度了 因為我應該是 我不是完全記得是開始買的時候 應該是50元 如果如果是越深的話 當然儲水量可以越多 但亦都要考慮到 自己的年紀也有差不多 都不想太過貪心 做一個超級地深的水塘 所以當然換句話說 就是都不想這個 就是和記的股價就 就是插到 就是插到 插到好深 所以就 只要是有了足夠時間 慢慢上回去 那就已經是 希望是可以 有個水塘的形成 那我過去也都說過 其實其實 其實上個星期那時候 也都有說過 就是草水塘 就去買一些科技股 就買個股 那 Eddie的意見 就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為 就是科技公司來講的話 就有些是 可以一路插落底 甚至乎可能是 消失了都不停的 那我想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買一些 比較核心一點的 的科技公司的話 那就相對風險 都比較低一點 而我亦都在節目中 都有說過 其實 這個 用一個分期的形式 分階段形式 去儲水塘來講的話 我覺得比較適合 去儲一些 有一定性的週期的 的資產 譬如說如果是儲一些 過股來講的話 其實就會因為 受到那間公司的 一些營運 或者經營風險 當然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譬如說 簡單地來講的話 儲一個比較成熟的股市 或者儲一些 行業的板塊來講的話 他們消失的機會 就相對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他們亦都有一個週期性 所以其實 草水塘的概念 應該是以一個 因為你不知道 未來來來講的話 到底他現在是否已經 一路會扶搖直上 所以你用草水塘來講的話 其實你就將那個風險 將去攤分了 這個就是那個 最主要的考慮點 而一些具有週期性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知道 譬如說簡單地說 就是我不知道 未來的話 甚麼時候的春天會來 甚至乎甚麼時候的夏天會來 但是我知道 我只要是有足夠的時間的話 就算現在仍然是 這個冬天來講的話 就算冬天可能會很長的 但是我知道 始終是會進入一個 春季以至夏季 那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所以 那個草水塘來講的話 如果你放在一些週期性的東西來講的話 是就 成功機會比較大一點 最大的考慮點就是你有沒有足夠時間 等到那個 就是 東盡春來 或者夏至的 那個時間這樣 而和黃來講的話 在我角度是一個 可以用一個草水塘式的方法去投資的 那因為和黃他的業務來講的話 其實就當然他有一間綜合企業的公司 而他經營的業務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主流的行業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你看看和黃的數來講的話 都知道其實他整個集團來講的話 最主要的就是零售 零售佔了他的一年的收入 是說的是超過一半的 那可能是更加接近 是要求近六成的 那除了零售以外來講的話 就是一些航運相關的板塊 那當然他也有從事一些電訊 電訊可能是第二最大行業 然後才是航運、運輸相關 然後房地產 當然他也有房地產 那所以如果譬如說 他最大是零售 那我們知道零售其實是一些 你不可能沒有了零售 所以其實零售都是一個 周期盛的一個行業 而跟著就是電訊 那電訊當然電訊就tricky一點 因為電訊來講的話 不同的市場電訊的話 比較大的就是政策 或制度的情況的改變 那當然你會有競爭等等 但是其實和黃去營運的電訊來講的話 都是一些叫做比較成熟一點的市場 那就是那些市場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是去到一個 叫做寡頭壟斷的 已經是少數幾間經營的 而不是去到一個百家爭鳴的情況 那所以其實就 只要不會太過差的營運來講的話 那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周期盛的一個行業 那運輸的 那當然航運的 也都是有其周期盛的 那所以對於和黃來講的話 在我的心目中 它是一個綜合企業 的收入來講的話 那它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如果地區來講的話 歐洲大概佔一半 亞洲佔三分之一 那接著餘下的就是其他地方 那OK 那所以這個就是和黃整體的 那個業務發展 而且因為和黃其實它 就是經過了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來講的話 那到現在已經是 就是 就是 的業務已經是進入一個叫成熟 比較穩定一點 就是你說 它絕對不是那種呢 它仍然是一個高增長 一個爆炸性的 那個經營階段 OK 那所以其實它 某程度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去到一個叫做比較 就是 mature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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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 現在是零售 也是 零售老實說是 就是 很難想像 在零售方面來講的話 仍然可以有很高度的 爆炸性的一個增長 那樣 行運來講的話 其實也都是 就是 到一個叫做比較成熟一點 行業本身都是 所以去過那間公司 和漢業本身都是 那當然你說 有沒有仍然一些亮點的發生呢 那 譬如說在這個電訊來講的話 當然仍然有的 譬如說你透過一些收購合併 那可能有機會在那裡 就是做到一些事情 那但是 就是相對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進入了一個叫做成熟的 穩定的 一個營運經營的一個環境 這個就是那個 黃黃 那所以 對於黃黃來講的話 第一 我不太過擔心 這間公司會忽然之間 不見了 OK 因為它本身的業務 來講的話 都是一些叫做 就是跟經濟比較相關的 的業務 我曾經也講過 或者不是我說 其實我是引述這個 北菲特所講 那北菲特就說 其實呢 就是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一些叫做好公司 當然就是好公司 可以很多不同的定義 但是他說如果一間公司 是可以是 無論你那個CEO 你換一隻猴子上去的話 那間公司都可以繼續 就是營運下去的 基本上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 那個 話事人 對公司的業務 經營的影響 相對是比較低一點的話 那這些就叫做 已經叫做 就是好 或者叫做 的穩定成熟的公司 那我覺得黃黃某程度上 是接近去到這個 的一個地步 或者叫做 所以這樣的公司來講的話 就是有辣有不辣 我想對於投資者來講的話 譬如說特別是一些 追求高增長的話 那其實這些就絕對 不是適合他的 就是那個 想法 或者不是他 想要求的東西 因為 我也很難想像 黃黃的股價是可以 就是能夠 在一段長時間 持續地攀升 因為 他不是那個 增長的 階段的公司已經是 但是 反而就會是 一些我覺得 可能那個市場 錯判了那間公司 現在的情況 而出現了一個 mispricing 就是那個股價的 定價方面來講的話 有一些 就是 收復的 或者有個 股值重新 就是重定股值的 或者叫做重股的 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也都是 一個可以考慮的 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想 不同的公司來講 或者不同的股票來講 我的性質不同來講的話 就會適合不同的投資者去挑選 這個也都是 我想是 所以 有時候我們 經常都會被問到 就說 現在有什麼好買 其實 市場上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考慮的問題 就是你想找些什麼東西 或者你的性格 或者你的取態 是想找些什麼東西 所以 這個反而 很多時候不是說 現在有什麼好買 而是你先想想要找些什麼東西 即是同樣地就是說 喂 有什麼好吃 這樣 喂 大佬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好吃的 每個人的好吃的定義不同 問題就是 你的口味是什麼 你想要找些什麼食物 什麼種類的食物 你才去 要順著那個人去找才行 其實投資 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都是類似的 一個這樣的情況 說到和王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 因為四月初的時候 和王就出了業績 其實業績就不算是 特別理想的 其實這個 去年來講 和第一季的業績 其實是有所倒退的 整體的經營 都仍然是比較困難 香港的零售 就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情況 而歐洲來說 其實去年 歐洲的經濟 都仍然不算表現得很好 所以這個對和王來講 整體都當然有個影響 但是是不是一個很差呢 其實 所以為什麼對於和王來講 我都仍然抱有一個期望 當然你說市場 是不是錯判了它的價值呢 我不敢說錯判 但是我覺得 它的定價來講的話 或者市場對它的估值來講的話 其實是偏低的 如果我們將和王主要板塊 將它拆開幾範 OK 譬如零售 然後就是電訊 跟著再航運運輸去看的話 其實你將這幾個板塊的業務 和同樣的這類公司的 其他競爭對手去比較的話 其實這幾個板塊 以和王現在的估值去比較 其實都是比同級對手比較偏低 而這個問題 對綜合企業來說的話 過去都有很類似的情況 其實綜合企業 有一段長時間來講的話 其實整體它的估值 都是在市場來說 都是相對比較低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它太過複雜了 好的不好的都納一堆 亦都很繁複 所以那些人都不想理得那麼多 也都不想估得那麼多 OK 就這樣了 所以其實 變成大家對這類綜合企業的興趣 不是太大 所以很自然地 亦都會將那個估值 是相對比較低一點 而因為一個比較大的綜合企業來說 裡面的數目 亦都是採中複雜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有少少的折養 所以 曾幾何時 特別是在這個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一些大型的綜合企業 都分拆 將業務分拆了 每一個主要的業務來講 將它獨立分開之後 就讓市場更加容易定價定位 其實譬如說 如果以一個 拿一個例子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United Technology Ut來講的話是有一個好例子的 其實United Technology 它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主要業務 譬如說 飛機引擎 就是Predit Whitney 接著這個Oltus 做電梯 電梯的 接著Carrier開你 其實這些每一個業務 都是一個很成熟的發展 真是很大 在他們自己的行業裡面 在那個行頭裡面來講的話 亦都是真是其中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營運者 而United Technology 它包含了這些業務來講的話 那時候 它仍然是所有東西都是一個 entity 其實那個股值都是比較低一點的 後來就全部就將它分開了分拆了 可以你現在是一家獨立的公司 Predit Whitney 好像也是 Oltus 好像也是 將它分開了之後 其實就更加能夠體現到 這間公司的價值 我不是建議和和應該效法 將它全部分拆 當然這個是一個考慮點 這個是交給公司管理層 去決定這件事 但是如果很簡單地說 譬如說 如果我們只是拿和和和最主要的業務 這個零售業來講的話 零售業 佔了 就是剛才我講了 都挨近六成的總收 和和現在的PE來講的話 好像是五倍PE 只要很簡單地找回其他國家 從事零售行業的公司 那個PE ratio 是零售的 即是很少是零售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起碼10倍 12倍 15倍起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你已經覺得 和和的股值是比較偏低的一個情況 那怎樣去改善這個股值的情況呢 我覺得當然大家要對它 有一個重新認識 因為投資者很奇怪 或者不是奇怪 我想這是人性的關係 即是如果投資者或者分析員 即是標籤了一間公司 它就是這樣的 它已經將公司撥到這個框框的話 那麼它就定了這個框框 就不會失驚無神 又不會久不久 就在Revisit 其實是很少的 通常是要有些事情發生 才會觸發到一些投資者 或者分析員 去重新去做體驗公司 你說每個季度 它都會有業績公佈 又會有這些調查 去出席那個聽證 發佈會 應該知道會有 是 當然會有 這個是它的工作來的 但是工作有時候的事情就是 你太過容易去形容 用那個Pattern OK 而當你覺得 這間公司沒有什麼新的突破 沒有什麼新的時候 那你就會用原本的框架 過去都是這樣定價的了 現在今年賺多了 OK 那就將這個earnings mark高一點 你把那個model來講的話 現在一個合理估值就是這麼多 而不會重新去審視 整間公司的不同版派的價值定位 其實就是很少去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 我覺得說過 很多分析員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tunnel vision 做慣了那件事 其實都是很黑板的一件事 所以不是太多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 所以某程度上 在剛剛過去的這次股東發佈會來講的話 其實人事上面是有調動的 而我覺得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 4月初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美國的時候 Eddie 因為他都知道我是有拿著和記的股票 他都問我 你作為和記的股東 對於這個人事的變動 主要就是Victor Victor Lee 和霍建玲 都相相會不再出任 這個聯席的manager director 不是那個co-manager director 就會成為co-chairman 是一個比較意義的 並非日常日常的運運 就會由另外在某程中的 一些senior的executive 就成為co-md 4月初就已經有效了 但我看彭博來說 彭博都依然沒有更新 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这个人事变动是4月份开始 就是Effective 但是彭博现在显示来说 都仍然是显示Victor、李泽巨和霍建宁 是那个Co-Managing Director 但其实来说 应该是John Frank和Dominic Laiq 接任成为Co-MD才对的 不知彭博现在是Update 是这样的情况 最初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担心 因为始终 Arcanic Fogg、博建宁就是老臣子 老实说他真是 在和谐黄报来说 他好像在七十年代尾 已经是帮李先生打天下 一路二路来说 是很多不同的部门 所以绝对是老臣子 当然曾几何时来说 英国的Orange 去买的时候也帮和记滲 into 100亿 那次是其中之一個大家都很記得的業績 而Victor當然是大兒子,李生的大兒子 亦都接任了 因為超人李嘉誠應該2018年正式退休 當然他雖然要退休,但很多時候都見到他的蹤影 就是退而不休,但其實如果是公司的 真是日常的營運,應該是由2018年開始 就完全交給Victor,所以Victor從2018年到現在 都六年時間,所以本來都有點擔心 這兩個都是對公司營運很熟悉的人 踏下來,會怎樣呢 不過後來再看看,其實也都剛才說了 我覺得和記其實都去到一個Stage 不是上了一層桌,而是去到一個Stage 就是你換一些主要的話事人來說的話 對公司整體營運未必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現在接任的那兩個CoMD來說 其實也都在公司的時間,也都不短 如果根據彭博的數據 John Frank來說的話,他就72歲了 就已經在這個坡坡整整九年時間了 另外Dominic Lai來說的話就70歲 也都是接近九年的時間 所以這兩個人其實對於這間公司 整個集團的應運其實都應該是幾清楚 還有來說的話 我覺得霍建林和Victor step down 對這間公司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是有個正面的影響 先說霍先生 霍先生就很多年以來 大家都知道他絕對是香港的打工皇帝 甚至皇上皇 他的人工真的不說得少 如果看彭博的數據來說 霍先生去年即2023年 正是和記黃暴集團 他從事第二些集團去參與那些 另外不算 如果只是和記黃暴來說 香港的話他那個total com 即是那個總 薪酬是1億2千多萬 這個是2023年 比到2022年已經減了 因為2022年的時候 他的total com是超過2億的 這個應該都是以我所知 或者以報道來說 香港都無人能及的 至於Victor Lee 人工就少很多 2022年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的total com應該是7千9百萬 至於去年2023年 他亦都減了新的 根據彭博的數據來說 Victor去年的total com 就是5千萬 相對於霍先生來說 就是一半以下的 霍先生的total com 而另外那兩位 即是現在接任了 co-md的 其實他那兩個 的total com 其實就和Victor 是差不多 可能比Victor是多一些 去年來講 2023年他肯定是高過Victor Victor去年他自己是降了 落地比較多 他由7千多萬減到5千萬 另外那兩個 即是現在的co-md來講 去年好像兩個 都是6千多萬的total com 2022年的時候 應該兩個都是7千多萬的total com 所以其實他們整個管理層來講 因為公司整體的營運 可能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都減了一些酬勞 我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這件事的做法來講 我又覺得香港政府高官 都應該考慮一下 老實說是他們的工資 他們要求其他公司 可加可減機制 以他們的工作效率 工作能力對香港的建樹 我都覺得是否應該 都要考慮一下 可加可減的情況 這當然也是一個個人的想法 所以霍先生其實打高皇帝 現在就step down了 我認為或我相信 我有一些期望 照計他的total com 都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降 當然Victor也會是 我不是仇視別人 高薪厚責的老實說 你說近這幾年來講 有甚麼特別建樹 其實老實說真的沒有 還有很多時候公司的 那個薪酬來講的話 那個定位其實都很無寧兩可 如果他過去都拿了那麼多的話 就算譬如說過去一年 他沒有甚麼特別建樹 你很難會是劈他 劈他人工 你都知道都是微調等等 所以其實你一定是有些 特別的原因出來 你才會有個大幅修改 今次他們兩個都相信 退下來 這是一個修改的好機會 所以我覺得 或者我認為 在接下來的年來講 照計和王那個管理層 那個工資的支出 應該會很明顯地減少 就是節省一點 我作為股東來講 當然也都落於見到 就是這方面的支出 是可以有所減散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為什麼他們退下來呢 我覺得是可能對公司 或者對股東來講的話 是會有一件好事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就是 就是 阿Victor 這個 我不知道的 我沒有任何 insider information 這個是純粹我自己的觀察 OK 阿Victor 其實我覺得他 是一個比較難聽一點 就是守財老 就是有些人形容李生 是很節省的人 我相信他也是 就是他潮州人來講 還有再加上 以前都看過一些報道 就拍攝他們家裡的一些生活的情況來講 說到李生的飲食方面 在家裡飲食來講 其實就真的都是 非常之家常便飯式的一個刑方 也都是 仍然是保留著潮州人的傳統 吃的潮州的稀飯 那些其實都是這樣 你看看李生 就是 即是 的座駕來講 我都知道 其實他有很多年 在用那部日產的president 當然我應該是退役了 現在他最新的車是什麼 我不知道 其實他坐了很多年 用了很多年 用到的車 我相信已經是 沒得再整 已經是這樣才換車 另外他的手錶也都是 大家都應該知道 他戴了一隻 LED的跳字錶 也都戴了 不知道十幾二十年 已經是 亦都是去到好像十年左右 之前才做 即是 換過一隻錶 但換過一隻錶 都不是那些什麼 什麼 Philippe Petit 即是那些 其實好像都是 我忘了是不是精工錶 還是怎樣 當然你說精工錶 都有Grand Seiko 會貴很多 但就算是 Grand Seiko 都是幾筆東西 而且我記得就是 絕對不是 他換了新錶 好像是一千幾百 這樣的價錢 所以 李生他自己本身 是一個比較節儉的人 但是以我所聽到的 Victor 簡直是 真是孤寒財主 老實說 真是 這些數是 拿得很近 OK 即是 找數來說 不是拖到 人家這個死線 再死線 死死線來說 都不肯找數 OK 即是 就算你不要看這些 或者不要聽這些 即是 市道的傳言來說 你看看 和記的 派息 和股東 都可以得出一意 有些人說 不是 和記的派息不少 你現在 如果你看回他的 Dividend Yield 都要7厘 那7厘 絕對不是一個 小的派息 是 但如果你看回 如果你不要看他的 Dividend Yield 你看他的 Dividend 是佔他的 營收 即這個我們叫做 Payout Ratio 你看Payout Ratio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真的比較 在數看 比較緊的一個人 OK 去年的時候 我印象中去年的時候 他那個Dividend 的Payout 是在說30% 他營收 即那個盈利 30% 是拿入Payout 剛剛最近看過 彭博 我相信彭博 他最新的Dividend Payout 是有提高的 好像是四成 四成 到底高與低 每間公司 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Stage 當然會不同 如果你是一間 高增長的公司 科技公司 來說很多沒有Dividend OK 但他不是的 他是一個 比較成熟的公司 剛才我也說了 他主要的幾個業務 零售業 跟著就是電訊業 跟著就是這個 這個 行運業 OK 這些都是比較成熟的 行業 如果你看看其他 在這個行業的公司 來講 不是看Dividend Yield Dividend Yield 它是相比的 但如果你看看 是那個Dividend Payout Ratio 來講 其實是低的 我 看過 如果零售來計 的話 當然零售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如果我看回 譬如在其他市場 一些國家的公司 來講 很多這類零售公司 Dividend Payout Ratio 是說是60% 70% 去到 OK 以和王來講 現在的集團 40% 這個是很低 這個是很低 OK Dividend 那個派發 即是佔它的營收 低之餘來講 它也不多做一個回購的動作 畢菲特就很支持公司做這個回購 即畢菲特就不太喜歡收息 因為美國收息來講 你給稅 所以畢菲特就不太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香港沒有這個Dividend Tax 那樣東西 你派息的話 我們收了下袋的話 我們不需要給稅 所以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再不是的話 你股份回購也都沒有問題 OK 但是其實在過去一年 差不多每一次這個股東大會 都有人問及這個和王 會不會考慮股份回購這樣 他差不多一次都是例牌的 我們會考慮的 再不是說 我們會積極考慮的 我們會慎重考慮的 但是都是考慮的 OK 但是你看看過去一年 如果大家有看一下 找回這些資料的話 其實和王過去一年 不是沒有 是很少 OK 是很少 相對於來說的話 他那個CKS 就是房地產的那個 反而就還有 還有來說的話 我記得就好像去年來說 過去兩年 就 Victor他自己個人 和李超人 他們自己私人都好像有回購 或者增持 這個CKS的股份 但是相對和王來說 就好像沒有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說和王可能有些 投資大計 OK 將會是用比較多的資料 OK 你在派發方面比較守近些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過去兩年多來說的話 因為過去兩年多 我自己做了股東 就會比較留意多些 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沒有的 OK 他現在近期比較說得多些 都是在電信業務方面 在英國 在意大利 可能會有一些整合 可能是和一些競爭對手 業務上面的 有機會合併 之類之類 其實這些是不需要動用大量的 一些資料 還有和王他本身 去 generate cash flow的能力 都強 基本上就是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我期望或者我估計 Victor現在step down 可能公司在回饋股東方面 無論是派息也好 或者股份回購也好 可能會做得比較多些 這個是我期望 當然這個是對股價的 也會有利好作用 亦都因為這樣的話 你改變那個派息的取貸 或者那個回購取貸 亦都會引發分析員 重新去看回下間公司 重新可能會對那個定價來說 會有一個不同的 一個考慮點 這件事 所以這個可能會帶來一些 revaluation的一個機會 還有我亦都想說 就是 again 我完全對他們不認識 這個純粹從一個露人甲的角度去observe 我覺得Victor這幾年出任和王的主席 其實是我覺得 我感受到其實他很辛苦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上網搜尋一下 Victor Lee 你跟著看一下 網上彈一些圖片出來 就已經知道了 其實我剛才也有看過 我開麥克風的時候 我看過 我不轉過鏡頭 你自己 如果在這裏看到 就看到 不然你自己上Google 搜尋一下就知道了 OK 我剛才就是 我看回 我在Google那裏 我就是搜尋 這個Victor Lee的相 這樣就彈了很多的相 這樣 如果你看回 當然 你見到有些 就是有笑笑口的 有些就非常認真 很嚴肅 這樣 但是有很多笑笑口 其實是很牽強地笑 如果你比較一下 譬如說你找李嘉誠 我已經找了 這個就是李嘉誠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 李嘉誠的相片來講 其實你會見到 李生 很多在網上的相片 的笑容是燦爛很多 亦都被人感覺是真很多 發自內心 Victor那些是很招牌 很勉強式的 甚至是強笑 或者很嚴肅 不笑那種 即是插上臉的時間 很多 如果大家 譬如剛剛 四月頭的時候 股東大會 你可能搜尋一下 看回一下 還有一些新聞片段 看回那些時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感受到 當然你說 認真不好嗎 認真做事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的樣子 是很緊張 而簡直是好像插上 你作為一間公司 一個大集團的領導人 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在推薦給外面的人 給外面的技員工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你做得一個這樣的大集團 你應該要有一定的氣量 氣度 還有你起碼在意識形態上面 能夠表現出來 這件事是 你看回 這是李嘉誠的 的搜尋 如果你看回 Warrant Perfect 剛剛這個週末 就是Warrant Perfect 他們 Berkshire Hathaway 就舉了股東大會 你看回 這個是 Warrant Perfect 的Google搜尋 你看到 Warrant Perfect 有些相片 他都不是笑的 但其實他是一個 很寬容 其實你表現出 是一個很放鬆的感覺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對於一間公司的領導人來說 你製造過一個什麼 的印象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也感受到 Victor 壓力是很大 因為 李嘉誠先生 他在事業上 創造出來的成就 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對於他的兩個兒子來說 特別是Victor 因為Victor要接手家族生意 要背起這家 那些人很容易就會 跟李嘉誠比較一下 而我們中國人也說過 創業容易 首業難 所以首業其實是 更加不容易一件事 所以 Victor 其實我覺得 他總是一個 很高的壓力 和很多人審視的狀態下 他去生活 去工作 這個我絕對是可以理解 並不是一件很瘦的一件事 OK 即是 你看得越緊 其實 我相信 他亦都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老實說 因為我都可以感受到 他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 這樣 可能這個也都原因 是令到他 為何 是整個孤寒財主這樣 因為他覺得 在很多方面都沒有辦法超越 他的父親 李嘉誠 那 在 譬如這個省錢 來講 我想這個省錢 反而是一件事 他可以 有機會 做得更加 好 OK 好這件事 看看怎麼解決 做得更加狠 OK 或者省得更加 更加多 所以 拿得更加緊張 這件事就是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對於股東 對於他自己來講 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覺得就是 他 這次 step 下來 拉起來 霍先生 來講 首先對股東來講 在管理層的工資 支出來講 應該都會省一點 另外來講 希望有新的人士 接管之後 在對股東的處理方面 交代方面來講 更加會善待股東 希望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 當然也都期望 真的可以能夠 出現一個revaluation 還有大家 還有最後 再講一點就是 剛才都講了 整個和記的業務 歐洲是佔了一半以上 接著就是 亞洲地區 如果看回 過去這幾個月來講 歐洲整體的經濟 其實是有一個 加快的情況 當然加快 不是說 忽然之間的GDP 4% 5% 6% 當然不是那種 但是我們看回整體的經濟活動 特別是在服務業 一些商業的活動來講 其實在歐洲方面來講 是在大先 而很多的服務性來講 當然也都會跟零售 這方面是會掛上一個關係 所以我預期就是 歐洲那邊的經濟發展 應該會對和王帶來一個比較正面的影響 而在亞洲地區方面來說 當然香港就明顯地是 仍然面對很多的挑戰 但是如果看回近期 中國遊客的出遊的數字 特別是在中國旅客想出外旅遊 現在不是說國內是出外旅遊的議員來講 都明顯地提升了 而最近看過一個評論 也是在彭博那裏 就看回中國遊客出國的選擇 是日本、南韓、東南亞、歐洲那邊 甚至北美洲那邊 的意向都是比幾個月前明顯地高漲了 相反香港和澳門的旅遊的意欲相對降低了 所以如果中國的旅客會重新上路 重新出國、重新去消費來講的話 其實我相信都會帶來對和王的業務來講 是會有一定的一個正面影響才對的 所以我再次重新 我自己本身是和王的一個小型股東 所以我對他的看法很大機會 是有一些偏頗都不頂的 未必一定是全全中性 可能也有個人的一個利益的考慮點在這裏 所以大家聽的話 就要小心點過濾一下去聽 OK? 今天來講的話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個禮拜和大家再聊一聊 其他話題 OK?大家take care! 拜拜!